最近的輝達 因為美國又要來制裁了 你只要做中國晶片 我就來制裁你 據說輝達的幫這個 中國提供的特殊版的 專門for China的AI圖形處理器 可能會損失120億美元的營收 因為美國要擋它 然後NVIDIA還在開發一款 跟之前不一樣 更新的晶片叫做B20 但是輝達會不會成為 這一次晶片大戰 第一個被開刀的呢 你怎麼看呢 只要有一些新的 美國就不放過 孫將軍 這個東西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美國現在在軍事外交上 節節輸給中國大陸 它現在只有科技上它要封鎖 它就把它封鎖到底 所以很多專家都警告它 你這樣會逼著中國自己發展 我管它 我能逼它三年也逼 四年也逼 至少把你的半導體 逼得要花很多錢花很多時間 我已經先把市場占了 這美國的算盤 它也沒錯啊 它能逼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嘛 你說以前中國大陸需要糧食 我可以跟你那個 中國大陸說我才不一定要買你的 巴西也有牛西蘭也有 澳洲也有 要米有米 要麥有麥 要肉有肉 我還挑龍蝦好不好 問題就在這裡就是說 美國能動用這兩樣東西 一個金融 一個是科技 對 還有個認知 反正所有媒體記者都已經 電台報紙都被它買通了 這個污衊潑髒髒水給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也好啊 開放144個小時的免簽 你們來看 這個也破解了很多一部分了 現在我們在網路上也看到很多 美國的專家 世界各國的專家在批評 你這個去中國的話對不對 對 但是批評歸批評沒有用啊 科技這個是很屑實 還是得倒幹 你回答只要發展一個新的東西 我國會只要通過一個新的法令 你又賣不出去 所以黃很喊啊 到台灣吃了一些小吃啊 回去不要收 到處吃 還在吃啊 不知道損失多少錢啊 對不對 但是黃不是他個人的錢 是你美國的公司啊 對啊 他跟音業達跟這些微軟 這些都是一樣啊 你美國搞這個資訊作戰 搞這幾家晶體公司 跟這個資訊公司都很慘啊 因為他們在中國市場 就是佔它總產量的20%到40啊 對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搞久了 你美國的金主會不反彈嗎 美國的遊說集團會不反彈嗎 所以中國大陸也看準了 你能封多少 我就拼命在自己在做嘛 繞肚嘛 現在最大膽的一點 我已經不走奈米路線了 對 我走量子預算 這個萬一一成功的話 很多垮一片了 對不對 我完全走新路了 不在這邊蜘蛛必叫 三奈米二奈米一奈米 我都不要了 我通通放棄 這個你永遠抓不準哪一天 他有這個突破 對 為什麼 最大的本錢是 中國的理工學院的學生多 論文多 學校多 而且他們都專注在某一個科系 某一個院校 在某一個單獨的科技上去群投突破 就像我們講 拒圈金之力於一點 無堅不吹嘛 就是這個意思啊 因為現在中國的人才比你美 不比你少啊 對不對 人才是很多事情 創新事業的發起單位 中共比較差的就是什麼 它的銀行投資不敢給中小企業 對 這個東西就遏止了創新的速度 對 一天到晚開一千多家公司 倒也倒個七八百家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 錢不敢放 又不能不放 這是中國大陸的問題 它如果這一點能夠解決的話 金融戰也贏贏 是科技戰也容易贏 這也是中國大陸急需要改變 所以它三中全會開的結果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能夠 糾正這個缺點 要不然的話 被美國壓得打也很辛苦啊 對 台灣的台積電不是辭魚之秧嗎 是啊 而且已經壓了這麼多年了 中國肯定會想辦法突破的 蔡博士您怎麼看呢 現在的晶片大戰 包含了輝達的窘境 還有呢更衰的是 Intel 拜登花了這麼多錢 補助的Intel怎麼了 他2022年據說有一個構想 預計就是要花幾百億歐元 在德國波蘭 愛爾蘭 西班牙 法國 義大利 要蓋晶片廠 要蓋研發中心 理念很好 但最後呢代工業務說 慘賠70億美元啊 然後呢原本的這些投資呢 又沒辦法實現了 連晶片業都沒錢了 倒是中國 長江純屬的董事長陳南祥也說 不久的未來 封裝技術的重要性恐怕會 超過晶圓製造技術的重要性喔 中國的晶片業現在也在急起直追了 請教蔡博士 這一點我導致有不同的看法 陳南祥現在當長江存儲的董事長 是的 他是業界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導人 他因為存儲的意思就是做記憶體晶片 他不做邏輯晶片 邏輯晶片就是CPU啦 GPU啦 FPGA啦 或者ASIC啦 這個叫邏輯晶片 他做的就是記憶體 這種封裝技術的重要性 當然不可否認 因為現在包括台積電 發明出來的這個COWAS 或者其他的這些什麼 高頻這個記憶體 HBM之類的東西 是需要嶄新的封裝技術 所以有嶄新的封裝技術 先進的封裝技術 的確可以使得附加價值增加很多 但是能不能夠取代這個晶圓製造 我覺得不能夠兩人來看 因為他講的是封裝技術的重要性 會超過晶圓製造技術的重要性 現在咱們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 高端晶片製造技術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而這裡面 所有的半導體的生產業界 成熟晶片真的賺不到錢 我們變得很坦誠了 或者賺的錢很少 你看中芯國際做那麼多 它的獲利不高 就是成熟製程的報價低 收入少 然後工時長 量大 高端晶片就看台積電 它現在每一股都是在 50塊新台幣以上 這個票面是10塊錢 但是一股就在50塊 你如果本益比20的話 一股就是1000塊 不到1000塊就表示有其他 負面因素把它壓住 它起不來 那中國大陸的晶片製造業 的股價真的不好 不好的原因就是利潤太低 利潤率太低 那封裝技術能不能改善這個 我不能說不行 但是是封裝廠賺走了 不是晶片廠賺走了 有兩碼子是 比如你看上面那張圖有沒有 Intel有沒有 那個是Intel的廣告 它早期的封裝技術 旁邊有很多一根一根的線有沒有 對 這線 那我們稱作導線架 導線架 就是Lead 就是把裡面的訊息 幾個傳遞出來用的 未來是 這導線架不再長這樣子的 而是直接在底下 有像球狀的東西 直接咔嚓砍上去 砍上去晶片組裡面去 所以這是一種新的封裝技術 因為每一個帶 一直在改變當中 所以中國大陸在封裝技術上 可以有很大的進展 因為先進封裝技術 要攻克的難題比較少 也就是儘管你美國封鎖吧 我大概自己也研究的出來 所以封裝技術的重要性 當然很重要 但是今年製造技術的重要性 涉及到整個晶片產業的獲利能力 它的生存還是要往高端技術來走 這一點可能我跟他稍微不一樣的看法 好那接下來我們請教張將軍 最近全球在去美元化 我們來看一個比較特別的國家 星巴威 星巴威呢 它的通膨非常的嚴重 曾經呢 五億星巴威幣 你只能買一條麵包 然後還邊吃會邊變貴 它在通膨嚴重成這樣 那最近呢這個事情是這樣子的 二星社先說 全球將近有半數國家開始去美元化 未公開抵制美元的112個國家 那公開反對使用美元的有51個國家 在國際貿易結算當中 現在已經是本幣結算 或者是限制美元流通的有31個國家 然後星巴威呢 在今年4月份 他們宣布他們要有一個星巴威金 這是一個新的貨幣喔 希望可以結束 星巴威的通膨噩夢 但怎麼聽起來感覺又更可怕 因為星巴威的 我們知道星巴威 這個歐洲的這個國家 它的通貨膨脹非常的嚴重 它那個都是那個 我們看那個它那個幣值 都是幾千萬 幾百萬幾千萬的 這一張幣值 通貨膨脹很嚴重 這個幣值就扁啊 那扁的話你剛剛講的 邊吃麵包邊漲價 是這個意思啊 那整個的 它的貨幣的政策是失敗的 那我們現在看 我們看到大家現在全球的 有進半個國家要去美元化 我們看美債 美債現在大家拋美債 因為美債 全世界其他的國家 拋 就目前所持有的美債 是8.1兆 8.13兆 我們講8.1兆 美元 8.1兆美元的話 日本持有最多啊 但日本也在拋美債 為什麼 日本經濟情況不好 日幣不是一直在貶值嗎 對 你貶值你要穩定日幣 幣值 你要拋售美債 穩定日幣 你要這樣啊 趕快把美債拋掉 是這樣 拋美債就日幣 要不然日幣的話 已經一塊錢美元換到 160 170日幣了 那這樣的話 你不再不穩下去的話 變成 輸入性的通貨膨脹 因為你的錢在貶啊 你買的東西就會貴貴 你有些原料是從國外買啊 你買石油是不是從國外買 那是不是更貴了 那更貴的話造成你 你雖然你的壁紙沒動 但是物價已經動了 那就變成輸入性的通貨膨脹 星巴尾也是類似的狀況 一隻扁的話 你變成 你上國外買的進口的東西 越來越貴 那你買的原料也貴 你買的原料貴的話 你在國內生產也更貴 你變成這個樣 那就更貴了 貴上加貴 變成這個狀況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幣子會有時候的話 我們講到信心就出了問題 大家都不要 大家都拋 大家都拋的話 你這個星巴尾的幣根本不好 那這樣變成什麼 那我就不要這個錢 我買黃金來保值 因為黃金是全世界共同的貨幣 黃金可以保值 你們到哪個地方都可以賣黃金 那就變成這樣 那我們講到星巴尾是陷入了 惡性的貶值 大家對它的幣子不信心 就跟以前在中國大陸 搞那個金元券 把所有的普通券都換為金元券 然後說這個可以換黃金 結果一換之後根本騙人 根本已經國家沒有黃金了 你花金元券是騙人的 但是連金元券都沒有了 整個的 整個這個我們講貨幣市場崩潰 貨幣市場崩潰之後 經濟又崩潰了 那經濟崩潰了 你這明星就沒有了 那全部都倒了嘛 就沒有了嘛 是這樣 大家就變成了 我通通都不賣 因為我換出來這個金元券是廢紙 我通通不賣 就囤積 囤積抓出來槍壁 你囤積貨 你不要拿出來賣啊 我幹嘛要賣呢 那換那個紙沒有用 別人扛了一碼袋 買了一個麵包 那沒有用呢 一碼袋刷包是沒有用的 是不能買黃金的嘛 你知道嗎 結果把他槍壁 一槍壁之後整個 所以整個持續 經濟秩序大亂 最當然整個民心大亂 那整個國家就崩潰了 所以我們講到 經濟狀況是這樣的 那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剛才有講到的 你剛才講到那個叫做 叫做Blight Cloud 就是我們講到的 就是那個亮雲啊 你剛才不是講的 飛機不是拖了一個東西嗎 對對對 F-35 對那個NNLE-70 那是升級版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F-16 是ANLE-50 它掛在飛機的派龍架 派龍就是機翼下面 掛個派龍下面 再掛了一個這一個 我們叫ALE-50 空中的時候 它的拖曳一個鋼繩 把它拖 細細的鋼繩 拖出來往後面 所以你拿那個空對空 或地動關係打的時候 打就打到這一個而已 沒有打到飛機 因為為什麼 它上面有個Amplify 放大器 把它的雷達波爾信號放大 你一看的時候 就是這個飛機 因為它後面拖到後面 它的速度跟飛機 飛機是一樣快的 你就ALE-50 那ALE-50 一個才100萬台幣 很便宜 結果保住了飛機 所以那個飛彈 其實打都被騙了 那現在已經升級了 叫做ALE-70 你剛剛講的亮雲 現在是70 那一個多少錢 一個才200萬台幣 拖在上面 那拖在後面之後 你如果被打掉之後 所有的飛彈都會打誰 為什麼 因為它放大器放大之後 這個是真的 以為都被騙 這個是真的被打它 打它 一打它之後 我就損失一個 它會放出第二個 那你平常訓練的時候 這個在空中 你要落地 你不能拖後面拖一個東西 如果打到後面 那機場 在場外會打到房子的 它可以有個捲盤 捲盤把它收回來 收回來 收回來 回收回來 要落地 你要回收 你不拖在後面 尾巴收回來 收回來就落地 它可以重複使用 不是拋棄式的 是回收式的 所以你剛剛講的ALE-70 亮雲 就是ALE-50的升級版 叫ALE-70 好 謝謝張商君 幫我們再做補充 最後一點時間 來請教蔡博士了 股市現在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大家很擔心 美國到底是不是有要降息了呢 尤其是指標巴菲特 又開始在賣股票了 然後黑天鵝基金創辦人又說 美股大拋售要到來 市值恐怕會腰斬 然後中國跟日本又在拋美債 您怎麼看接下來 基金的名字叫黑天鵝 你怎麼會 期望他會把股市判得很好 他這位先生 這個施比茲納格 本來就是很有名的 放空的高手 難怪啊 他在好幾次股市轉折點裡面 放空都讓他賺了不少錢 所以他把自己的基金群 人家黑天鵝 聽起來就不是好事 股市 這個波克夏海澀 就是我們講的巴菲特 賣掉了美國銀行的股份 應該是這麼解釋 第一個 美元的股票指數 真的已經漲到相對的 很多的高點了 要再上去像爬坡越來越弱 即使會漲的話幅度 也不可能像前一段時間那麼高 第二個 最近真的黑天鵝事件頻傳 對 這個川普中了一槍以後 結果股市要先倒地 原因在這裡說 川普主張在11月以前不准降息 他競選當選美國總統之前不准降息 第二個他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主張 會讓人家認為 對美國的經濟不是一個正面的好消息 尤其對上市公司的獲利不是好消息 所以這個很可能啊 股票大家就先賣了再說吧 賣了再說 所以會有這個疑慮 第三個啦 他要啟動新時代的這種所謂的地緣政治的競爭 大家想地緣政治已經快要搞不清楚說 哪邊會出狀況了 只要想到這個 哇我打中國中國吃狀況 打歐盟歐盟出狀況 打日本歐盟出狀況 所以這個都不是好消息啊 所以有股市的話就先看頭再說啦 難怪巴菲特最近做這些動作 謝謝今天蔡博士幫我們詳細的分析 謝謝我們的帥將軍今天來我們的節目 也謝謝我們的張將軍 好朋友們 記得我們的戰粉們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幫我們訂閱起來 最後檢查一下 您都按讚了嗎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 晚安 KS 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 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